台灣的這個乳肉飯是我很愛的 然後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就講說台灣他也很熟 他也知道我們香港人的口味 所以他就開了這個新加坡的乳肉飯 所以我吃的時候 我在試菜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去台灣每次都有吃乳肉飯 然後那天我試了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太好吃了 我不是姓王的 我是姓陳的 所以我沒有賣瓜 因為我直接跟他講過 我真的很好 很和新加坡人的口味 所以就這樣產生了這個乳肉飯 因為我們大廚風飯 這個名稱是赛峰取的 他就希望那個顧客們 能夠吃到更豐盛的這個菜飯 所以就處了一個真的rank 廚師 西岸 陽腳管 現在就是太甜 不太油 不太鹹 所以要拿那個 一個把饋盛的中間 也不會流量太多 不能吃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會用梨 wires 梨是很自然的一個鹹味 所以我們加入梨 toca 來做這個滷肉飯 跟台灣的口味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反正是鞭甜 醬油味 車風的食材在用材方面是蠻講究的 他買的都是蠻好的 好像秋葵就是我們Ladies廳的 他其實是蠻好便宜的 對對對 我們將會在紅帽橋這附近 拍另外一家跟潮州的食有關係的 一個菜館 那是秘密的嗎 是的 商業秘密